新開幕的兒童遊戲場 小朋友開心跑跑跳跳 爸媽站在一旁緊盯 怎麼越看越有問題 欄杆貼上壓克力板 怕孩子摔跤 沒處理好的邊緣相當銳利 小朋友的手細皮嫩肉 一不小心就會刮傷 最受歡迎的遊戲塔 裝設夜間照明 燈管是用AB膠黏在鋼柱上 兒童跑跑跳跳 一下子就被踩掉 整串電線鬆脫垂落 只能暫時用束帶固定 還有網撞爬鎖的洞太大 年紀比較小的孩子容易踩空 家長反映說 其實牆壁這個矮牆有一個釘子 然後隔天我來看 然後就馬上跟公園管理科講 那他們立馬把那個釘子拿掉了 這裡是基隆中正公園 希望之秋親子遊戲場 使用對象是兩歲到十歲的兒童 前市長林友常任內向中央 爭取補助診件 10號正式啟用 但才一週就狀況擺出 為什麼會有這種焊點 那如果上面的欄杆 小朋友一摸到 那是不是有破傷風 或是刮傷的疑慮 就連溜滑梯都有問題 疑似是設計不良 轉彎處容易卡住 發生追撞 感覺可以設一個休息 對 因為家長可以在旁邊看著 然後椅子 不然我們可能剛剛是沒有位置的話 坐在那邊怕會擋到小朋友的動線 有一些比較尖銳角的地方 那個我們像膠條那些我們就先上 對安全一點 然後部分會刮手的地方我們就先磨掉 杜發處回應 這些缺失都會盡速改善 讓孩子安全玩耍 也讓家長放心 TVBS新聞劉欣奎 蔡新宇 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